调查局廉政大楼窜大调查局说无人伤亡 不影响工作 不影响什么工作 不影响灭政的工作吗 有关资料都有备份吗 我这了不起啊 这个调查局的档案 有关于所有的资料都有备份 那这个纵火的人不是白忙了一场吗 问题关键在这里 电子资料有备份 那非电子资料呢 会影响工作运行 会不会影响 蔡英文的论文门呢 会不会影响民进党 还有其他相关的人的 他无资料呢 我觉得这个新闻啊 各位连案子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什么地方不好烧就烧调查局 烧调的是新店的调查局的资料处 重点是出资料处 也就是说 什么地方最不该烧 就是调查局的资料处 不该烧 我这样讲好了 他比哪里更不可能烧呢 比蔡英文的总统府更不可能烧 比这个外双溪的故宫更不可能烧 这个地方是怎么样都不可能烧的地方 就叫调查局的资料处 因为它涉及到所有的国家安全的关键之所在 换言之 如果说调查局的资料 只要说要提取什么资料 都可以说因为烧掉了 那么我们再想一下 15分钟可以烧掉些什么 15分钟那么大的我可以可以烧掉什么 可以把桃园这个羽球馆的问题给烧掉吧 可以把新竹那个国小的问题给烧掉吧 棒球场的问题也可以烧掉吧 还有台南的卢渣案的问题可以烧掉吧 88厢谁开的可以烧掉吧 甚至是谁去策动了华山帮 以及初天帮 明人堂红人堂 谁去策动 让他们到新北市是开枪的 也可以烧掉吧 再来是高雄市 这个跑到合作金库 去当董做了这个蔡建新呢 到底是怎么样 在一年内可以冒在70多亿 这整个资料也可以烧掉吧 这样我们就清楚了 15分钟的大火 不用烧很多 只要烧到关键的就可以 这比陈春典当时候啊 用好几十台的碎纸机 还要更快速一点 失火只是一个 一个障眼 从现在开始民进党政府可以 正二八经 堂而皇之的开始 湮灭所有的资料 你说对不对 没错 他失火只有15分钟 但是他现在开始可以把15年的资料呢 同时把它销毁 然后就推给大火销毁 你这招厉害 其实蔡英文犯了一个最大的错 他应该在伦敦政经学院 跟伦敦大学 跟他家 还有英国大英图书馆 在这过去的40年 分别放四把火 只要烧掉三分钟就好 只要烧三分钟就好 然后就取得了 就曾经有过失火的记录 以后问到所有东西 就是可能是大火烧掉了 这不是完美吗 对不对 但是可惜了 我觉得对蔡英文感到惋惜 可是我对我来讲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跟你报告啊 所有烧掉的将来呢 一定会发现全部是英系人马的资料 全部都不见了 但是呢 赖系的或者是苏贞昌系的 郑国会的这些呢就不会烧掉 因为他要控制这些人 怎么能把这东西烧掉呢 那国民党的更不用说了 所以现任国民党的县市长啊 或者武党籍的民众党的啊 这些资料一定都在那 我简单的说 比如说高宏安的有没有烧掉了 高宏安的肯定没有烧掉 好 柯文哲的有没有烧掉了 柯文哲的绝对没有烧掉 关于这些档案呢 还真有辈分 一定可以调得出来 但是如果是跟蔡英文体系有关 他的爱将的 例如郑文燦啊 陈其迈啊 或者最近的这个蔡健鑫啊 林黛化啦 这些都已经是不见了 当然了黄伟哲的也已经不见了 这就大快人心啊 他们自己呢可以开香槟庆祝了 那么蔡英文水在这受伤 表示什么 表示他对于他自己能不能在未来的六个月里面 干掉赖清德 换上一个人新的他自己满意的人上马 恐怕他已经是没有信心了 所以不管是赖清德上任 或者是洪友宜 朱立伦 郭台铭 乃至于韩国瑜 任何一个人上任他都担心他自己会被好好的拿出来清算 因为案子实在太多了 包含陈时中他的疫苗事件那也都是违法的啊 把这些违法事件稍微清一清 蔡英文啊在牢里面关了三十年都不止 所以一牢有益的办法就是把这个东西给烧了 你再有什么办法去重新恢复案件 那都是十年后的事 十年后蔡英文啊已经是老到就算被起诉再判刑 他都过了八十岁了 他当然就不用担心了 这才是真的要放火烧调查局资料处 十五分钟的真实原因 康老师 调查局在新店的这个山 这个山庄吧 对 好像是展报山庄还是什么山庄 对 有一点点距离 我记得我们以前上山有点山路 这个消防局 五分钟到达现场 对 这还蛮厉害的 可见我们的消防做得很好 那个地方是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大火 那个火要大到那么大 那必须要刻意让它变大 否则一点小小的火苗 它就立刻不见了 那个是最安全的地方 还有问题 我们看到照片 那个导播再给一个整画面的照片 这个火大成这样子 可能十五分钟扑面 而且没有延烧 这个这个蛮厉害的 天衣无缝 也就是说他们配合了非常的恰如其分 这个如果这样的话 欧老师你要稍微小心一点 你家可能也会有这个问题 不然会是 就是说今天失火是这样子 烧掉自己不想要的档案 对 你可以烧掉别人手上的档案 对 然后你刚刚讲嘛 就算他有辈分 过一阵子唐凤会出来尖叫 发个新闻说 惨了 这个 调查局跟国安单位的档案被中共 放毒 所以呢 这个 就整个档案就毁掉了 对不对 就是 有毒 那这两边一配合 就没了 我觉得我们这样会太阴谋啊 那就会不会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